我們最多疊了11層左右 那我們現在來實測看看 它到底疊到第幾層的時候 會比較播的時候會卡住 7層 7層還是8層了 今天要來開箱的這個東西 是號稱我們開頻道以來 史上最貴的一個產品 最近話題非常熱烈討論 最新的MacBook Pro 2019版本 而且總價是12萬 我們要特別感謝阿滴友情出借他 剛買到的電腦來給我們開箱看看 我們也知道上次阿滴有特別 誇獎說我們的頻道還蠻好看的 真的是要謝謝你 而且我們覺得你的頻道也很好看 那我們趕快來開箱這個價值12萬的電腦吧 看它到底厲害在哪裡 喔 OMG OMG這怎麼開啊這樣嗎 這樣嗎 我會把它弄壞 小心點阿 阿滴對不起 好棒喔 這樣喔這樣 喔 這就是12萬的電腦嗎 裡面有一條充電線 這是說明書吧 還有超大的豆腐 比一般的還大嗎 對啊稍微略大一點 這個豆腐呢 你不要小看它是一個豆腐 它其實是一個96瓦的變壓器 所以它會比之前的版本可能稍微再大一點點 然後這個線呢 它也是有兩米的長度 兩個接頭都是Type-C的 那接下來就是期待已久要把電腦打開的時刻 這次他們第一次推出16吋的電腦 16吋電腦跟之前的15吋比 大小其實是一樣 差別差在它的螢幕比較大 好 那我們來先把它打開看看 開機 你看它的螢幕啊 它這次螢幕的那個邊框比較窄 所以它雖然是跟15吋一樣的大小 可是它的螢幕整個會變得比較大 那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它的整個鍵盤的配置 兩邊有這個小洞洞是喇叭 然後它的觸控板長得很大 再來的話 它這次比較特別是它的鍵盤 之前的幾款叫做蝴蝶式的鍵盤 他們的結構不一樣 那剪刀式的話是讓你按下去的距離 稍微比較長一點 算句話說 會稍微需要花比較大一點力氣來按 按起來我自己是覺得說 這樣子按會比較順一點 而且比較不會讓你覺得說 我到底是有按下去還是沒有按下去 它就比較清楚 可能也比較不容易會卡住 所以他們才會特別回歸這樣子的設計 那我們就簡單來打字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鍵盤的順的樣子是什麼意思 那我決定要打一些好的話來回向給大家 今天的通關密語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我現在在用的也是比較舊款式 那它一樣也是剪刀式的設計 底頓它是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我的舊的阿 打起來會稍微比較吵 而且好像漸層有點又太大 我覺得它蠻中和的 就是它的漸層有變比蝴蝶式的大一點 那讓你按下去的時候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可是又不會說讓你按下去會很吵 吵到旁邊的人 好那再來呢 看一下它這邊的這個Touchbar 就是可以觸控的 它這一次比較特別是 本來Touchbar裡面有包含了ESC鍵 可是它2019這一代 特別有把ESC鍵又變回來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按的 我覺得這比較好 那它這個上面就是可以讓你調 聲音、靜音跟音量 然後亮度等等 你看喔 我現在把它整個叫出來的話 裡面有這些可以去設定 就是螢幕的亮度 版面跟你要叫做APP的地方 鍵盤的亮度 然後這個是播放音樂 跟下一首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是你的音量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調音量的話 比如說先按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往這裡調 然後亮度也是可以這樣 先叫出來以後再調 然後它這邊方向鍵的地方 因為它前面幾代的 左右的鍵是整個滿格的 做的跟這個一樣大 可是它這一次又回歸到 原本是每個鍵都一樣大小的設計 這也跟我自己在用的那個老的版本接近 所以我覺得對我很友善 那來看一下它的側邊有 好多洞耶 左邊兩個Type-C的洞 右邊又兩個耶 然後再一個耳機孔 那因為它的所有的洞都是Type-C 除了耳機孔以外 所以如果說你會需要有別的插頭 在使用的話 你可能就會需要這種短接的設備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邊 就有兩個Type-C的插頭 所以你一定要一次放上去 你就是兩個Type-C 一次一起進去 所以它就用掉兩個洞 好險它有四個洞 你還有另外兩邊可以用 好那剛剛不是講到說 最新的MacBook 它雖然是16吋 但是它大小還是跟15吋的一樣嗎 我們現在就拿了一個 15吋電腦專用的電腦包 來試試看它這個16吋 到底能不能裝進去 先來把原本的15吋電腦拿出來 看到囉 這是一個15吋電腦 真的耶 一樣大耶 你看它真的可以裝得進去 完全都一樣大 成功了 所以如果你的包包 本來它就是 裝15吋電腦的大小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買了新的16吋電腦 包包就會裝不下 並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拿的是 2013年的15吋 然後跟這個是2019年的16吋來比較 那看起來的話就是2013年的15吋 它的厚度會稍微厚一點 它朋友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孔 可以讓你插不一樣的插頭 可是現在新的一代 就是一律都是Type-C的頭 還有一個就是我很懷念的 就是我現在的電腦 也是這個白色蘋果的這種設計 因為它還會亮 你不覺得會亮比較可愛嗎 而且它這個黑色蘋果 它不但不會亮 它還會沾那個指紋 所以 因為我很容易會把它弄髒 而且它的蘋果比較小顆耶 它偷工減料 我覺得白色蘋果比較可愛 可能就是做黑色的蘋果不會亮的 它可以再弄得更薄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人生就是有一好就沒兩好 你追求一個東西的同時 你就是會放掉另外一個東西 右邊輕盈力指 好 那它這一次的喇叭呢 聽說也是有特別設計 號稱是你在筆記型電腦上面 會前所未有的體驗 然後裡面有雙振動抑制低音喇叭 可以讓你的低音頻率範圍 比較往下降半個八度 等於是你的低音可以再更低 所以聽一些懂字懂字的東西 可能會更爽 那我們來聽一首免費的舞曲 看看好不好 有耶 它還不錯吧 應該還不錯吧 蠻厲害的吧 哈哈哈哈 你怎麼那麼酷的給我晃 史上最不冷靜的3D開箱 好啦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一個很會聽音響 或是會花錢去追求很高品質的 音響跟耳機的那種人 可是大家都有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放過音樂的經驗 就確實是跟之前用一般的筆記型電腦放出來的音樂 質感就是差很多 我個人覺得啦 所以如果說你家裡面沒有影響的話 你臨時需要放一些電影 或是放一些背景音樂半趴的話 有它的話就還是算是可以你知道 還OK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測試它的錄音的效果 我們就開了Photobooth來嘗試 觀自在菩薩 行聲波羅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韻皆空 度一切苦惡 觀自在菩薩 好立體聲耶 行聲波羅蜜多時 好厲害喔 幾乎就像是我在又重講了一遍一樣 度一切苦惡 蛇粒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蠻厲害的吧 這次真的蠻厲害的耶 好立體聲喔 這台電腦為什麼會那麼貴 變成12萬 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被升級到32GB的記憶體 所以我們要來好好的測試一下 如果一次開啟好多個分頁的話 它到底會不會卡住呢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準備了400個不同的網站的連結 那我們要來分別的測試 比如說我們先開個十個啊幾十個 然後之後再慢慢往上開 看開到什麼樣程度的時候它才會卡住呢 那首先我們就來挑戰開20個分頁 好緊張喔 好我們使用這個 把它貼進去 然後就可以一次打開 我要open囉 open all 有出來喔 出來了 我來檢查一下有沒有都開 有耶 都打開了耶 好 20個還不夠 主委加碼 加到50 不開囉 哇 眼睛都花了 有喔 又打開了 都有開耶 那我們接下來挑戰一次開100個分頁 跟它拚了 我要開囉 還沒開完 這應該是狂噴 真的是狂噴耶 真的是狂噴耶 有的已經跑出來了耶 真的是有點扯耶 那還是 可是它開得起來 它只是你要等它而已 這是網路速度的問題啊 有 好像也有可能 對啊其實有可能是網路速度的問題 可是證明的是說 它可以同時開這麼多個分頁是沒問題的 好那既然已經開完100個 它都還安然無事的話 我們就乾脆一次加到400個 好喔 緊張的一刻到了 我們到底能不能夠同時打開400個分頁呢 GO 我覺得它快暈了耶 真的 這台電腦快暈了 好暈喔 才剛好把它買來就這樣子 它有一種很努力的感覺 再往前這樣 它一開始是這樣噴出 然後最後面就這樣噴 喔 結束了 噴完了 看它會不會開得起來 有耶 網址開始出來了喔 喔 出來了 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別的分頁 它叫我們不要再開了 我只能說它不建議我們同時開400個分頁 我們太過分了 我們太過分了 而且其實你同時開400個分頁要幹嘛 除非你是某個 想要幫你的偶像灌票的粉絲 好啦 400個也太過分了 可是100個可以 所以你知道 100個也算厲害了啦 我們不要再為難它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台電腦裡面的規格 它是2019年的16吋 那它的記憶體是32G 剛剛有講到 然後它裡面使用的顯卡是這一款 那再來的話 它是一個八核心的電腦 16吋螢幕的解析度最高可以支援到3072x1920 硬碟的容量的部分 它是有1TB的超大容量 那我們剛剛已經在裡面裝了很多 我們剛剛亂錄的4K畫質的影片 所以那其實很大 可是裡面還剩下898.5G 可以儲存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可以讓你裝各式各樣好的壞的什麼都可以裝進去 如果說你覺得1T還不夠啊 然後你又很有錢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加7萬億上去 讓它變成8TB的容量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是來測試它這台電腦8核心CPU的效能 那我們的測試方法就是 一次丟好幾個我們剛剛自己亂錄的4K影片 到影片編輯軟體裡面去 看到底能不能跑得動 好那我們現在用的軟體是Premiere 我們就要來給大家看看它疊成那麼多層 撥出來到底還能不能順暢 那這個影片非常的丟臉 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後 不要對它發表任何的評論 開始了嗎 好 要疊起來了 好了 好了 這怎麼打不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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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這個時候已經開始Lag了 真的耶 有Lag耶 好像在參加一個全部都是我的大法會 而且還同時抱怨說怎麼打不開 所以它大概到幾層的時候 我們剛剛兩層還是順的 兩層還是順的 兩層還是順的 第三層 它第三層就開始有點連卡 第四層就變成一格一格 你就會再轉 就開始轉的KK 就變這樣 可是因為它是4K影片 所以 我覺得輸出到這種程度 還算可以接受 應該還算OK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用的是Final Cut 來測試看看 就是通常在Mac上面呢 Final Cut的效能會再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在上面也是一樣疊了很多層 我們最多疊了11層左右 那我們現在來實測看看 它到底疊到第幾層的時候 會比較播的時候會卡住 來播囉 好丟臉 第四層還是順的 第四層還是順的 這幾層 這幾層啊 六層嗎 七層 其實還是八層了 這怎麼打不開啊 這怎麼打不開啊 7 好強喔 這怎麼打不開啊 有了 跑了什麼 沒有耶 有了有了 大概第10層 好我們一共居然跑到大概第10層左右才開始卡 前面全部都是順的 這實在太不得了了 請不要把它流傳到市面上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來測試它的顯示卡 我們就是要拿來玩遊戲 看看它的流暢度怎麼樣 現在用的就是CS GO這個遊戲 因為它就是會動來動去 所以更能夠測試它流暢的程度到底如何 好我要來玩囉 其實我不會玩 它左上角這邊有個數字寫說幾FPS 意思就是說它每一秒要處理的畫面的張數有多少張 所以它的數字越多的時候 就代表它同時要處理的畫面張數越多 那也代表說它的效能 可以處理的效能會越好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有看到有150幾FPS 然後也有甚至超過200的 它也可以處理 怎麼開槍啊 這樣喔 我要怎麼走 不錯啊 有敵人嗎 都是黃色點 好可怕 你為什麼要殺我 那是我的隊友嗎 到底誰是敵人啊 欸 它最高到大概260幾FPS的狀況 我殺人了 Cue you 遊戲玩家很喜歡講說 Mac或是筆記型電腦不是拿來讓你玩遊戲的 可是我們剛剛測試過以後就發現說 其實以這一台來講 拿來玩遊戲也是 蠻好玩蠻輸壓的 然後加上它的音響 所以呈現出來的效果其實又蠻好的 雖然我不太會玩 可是我也覺得很刺激 讚 我們最後就是要用跑分軟體來測試它各項功能的評比出來的結果 就是用一個第三方公正的軟體來看一下這台電腦的性能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目前用跑分軟體得到的數字 這數字其實它的分數是蠻高的 我們會把它的網址放在我們影片底下的更多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找來參考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個人是覺得啊 我的電腦也還沒有壞掉 就是以我的財力 我一定是等到電腦壞掉才會真的去買 我會不會考慮這一台呢 說實話呢 12萬的電腦是負擔不起的 可是如果說它的 比如說規格不要到那麼頂規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不錯的 包含了剛剛講到 就是它可以處理很多的分頁 然後處理一些軟體上面也都還不錯 因為我常聽人家說他們原本有蝴蝶式的設計 就鍵盤裡面可能會卡一些灰塵或是別的東西進去 然後就導致它整個報銷 就聽起來蠻可怕的 所以之前都一直覺得說不太敢換他們的新的機型 可是它現在竟然把這個鍵盤換回來 加上它螢幕也加大 然後操作上面也更方便 如果我中樂透 我最近買21萬 如果我沒有中樂透 然後我的電腦會壞掉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去買同一款 可是比較低價的款式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掰掰 阿滴 長命百歲 什麼東西這樣講話 祝他長命百歲很好啊 祝你頻道越來越多人看